上一集我的徐語口說了 有關警察開槍 甚麼情況之下是合理 甚麼情況之下是不合理的情況 引起一位網友想我分享一下 2018年發生在廣臨村的一宗案 一宗搶槍案 甚至是搶槍開槍案 那宗案最後被判無罪 完全無罪釋放 而且當時有幾位警察同僚在場 目擊被告搶他槍 然後向警察開槍 還真的射中警察 警察的確受了槍傷 最後陪審員全部判兩條罪都無罪 所以各位網友覺得很奇怪 甚麼情況之下會這樣的情況 都竟然會判無罪呢 今天我就稍微 輕輕地分析一下這宗案 看看為甚麼奇怪 所有人都覺得他有罪 而且從報道出來的所有事情 我們實在想不到 甚麼情況之下 陪審員會放過這個被告 這宗案是怎樣的呢 發生在2018年 在沙田廣臨村 沙田廣臨村 應該是廣臨縣 Sorry 在沙田廣臨縣 簡單的案情就是 大約在清晨5時多 31歲的被告陳俊健 和他媽媽撩架 在屋裡撩架 他媽媽就很激動地報警 略應該說兩人都很激動 而被告應該是喝了酒的 報警 接近6時的時候 有兩位警察 一男一女 去到上址調查 應該是調停 通常的情況之下 因為是兩個人吵架 事實上應該不算有甚麼罪案發生了 通常 你知道現在很多時候都是 吵架 就會說 你報警啊 你報警啊 雙方叫對方報警 然後其中一方報警之後 就上去調停 很多時候都不成案 這宗案似乎都是這樣的 上去調停的時候 警察最慣常的做法就是 分開那兩個人 即是去罵牢 分開去 既然媽媽報警 所以就把媽媽帶來現場 在屋裡 帶去走廊 跟媽媽談 看看會發生甚麼事 在談的時候 另外三個警察都到場了 另外三個警察到場的時候 既然那邊已經有兩個警察 跟媽媽在談 這三個警察就跟兒子談 即是被告 後來成為被告 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這個被告 當時情緒很激動 而且臉紅二赤 你看到他很大股酒氣 屋裡也有一些啤酒罐 很明顯就是喝了酒 醉了酒 所以他們情緒激動 可能是因為酒醉 當然 她媽媽就說 她要逼我去賣樓 那些情節 那些情節 她說 而且情緒越來越激動 在這個時候 其中一個姓林的七人 就跟她說 你現在冷靜一點 否則我會用手扣扣你 不說有自學 一說這句 對方更加激動 因為我都沒有犯罪 即是她認為自己沒有犯罪 我和媽媽吵架 你上來說用手扣扣我 而且我在家裡 事實上 我在家裡 很難無緣無故 我在家裡 多激動也好 如果我沒有做一些違法行為 你也沒理由扣我 對吧 所以 雖然酒醉也有三分省 所以這個被告 即是後來的被告 都說 你有什麼權力 用手扣扣我 我犯了什麼事 那警察的回應就是 她說 因為你不斷地動 我怕你會 這麼激動的情況 我怕你會傷害自己 就想 扣她 真的用手扣扣她 這時候她當然 對方一定會反抗 我在我家裡 無緣無故 就算我和媽媽吵架 你也沒有權利用手扣扣我 但是 三個警員跟她掙扎 就把她真的 壓在地上 壓在地上之後 右手已經扣了手扣 左手還沒有扣 左手很激動 掙扎的時候 就在她的槍袋 即是聖林警員的槍袋 就拿了一支槍 然後即時在槍袋 就已經開了兩槍 就射傷了她的手肘和腳 然後就真的拿了一支槍出來 拿了一支槍出來之後 又再對她射了一槍 當然 幸好射的地方 也不是一個要害 所以也沒有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傷害 當然 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後遺症 這個警員後來在上庭的時候 都說對自己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在後來 在她的職業生涯 因為她是警察 在執法的時候 也造成很大的陰影 然後上庭 當然在2019年的時候 真的告上高等法院 因為這算是一個嚴重的罪案 所以也有陪審員 為何會這麼奇怪 這種案子 竟然最後被告 是會什麼罪都沒有 被放出來呢? 陪審員判兩條罪 兩條罪都沒有罪 所以當時的輿論也挺嘩然的 就算現在我看 我看這些報導的留言區域 都一致都認為是很不可思議的 究竟那些陪審員是搞什麼呢? 你真的想想 搶槍 警察真的受了槍傷 而且 有其他兩個警員都在場看著 應該沒錯 究竟為什麼會被放了? 我稍微想分析一下 首先 我們要知道 這次他究竟犯了什麼罪 通常報導的時候 就說他搶槍 射警員 原來他被控的兩項罪 都不是這麼簡單 其中一項就叫做 意圖拒捕而射擊罪 意圖拒捕而射擊罪 事實上是拒捕裡面的其中一項 以教業為嚴重的控罪 另一項就是 使用槍械意圖抗拒合法逮捕罪 當然是牽涉的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 搶到槍袋裡面的槍的時候開槍 另外就是 真的搶到後 向警員射槍 這兩個動作 就造成了這兩項罪 好了 究竟怎樣去辯解 怎樣去抗辯呢 我們看看 辯方怎樣去抗辯 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他會脫罪 原來辯方 用以下這幾方面去抗辯 第一 不過其實 我好像說 辯方好像很厲害 但事實上 辯方不是很厲害 其實我看到這兩條控罪 我已經知道大件事 真的過不了 真的過不了 我是完全明白 完全同意 陪森員判他們沒有罪 因為 控方的這兩條控罪 都牽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看看第一條控罪 意圖拒捕而射擊 意圖拒捕 他為什麼要射擊 因為是拒捕 拒捕 什麼叫拒捕呢 就是 阻止對方對自己的合法拒捕 就去拒捕 OK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使用槍械 意圖抗拒合法逮捕罪 這兩條罪都牽涉 合法逮捕 或者合法拒捕 這個行為 即是說 我之所以射你 又或者我之所以用槍械去抗拒你 你是在做一件合法的拒捕 這個行為 你的拒捕是合法的 我們看看 究竟警員的拒捕是否合法呢 辯方是這麼說的 辯方是說 你的拒捕是不合法的 甚至我可以說 你根本沒有進行拒捕行為 又或者再進一步 你根本沒有理由拒捕 我當時在家裡 我當時的確是情緒激動 我當時的確是酒醉 我當時的確和我媽媽 有意見不合有口角 但我沒有進行任何非法行為 我和我媽媽吵架的時候 也沒有打她 她之所以報警 是她希望警察來調停 所以當中沒有牽涉任何罪行發生 當時她也沒有和警察有肢體的衝突 所以 警察在下手扣那一刻 是沒有合法拘捕她的權力 而且 當時警察說 為何用手扣呢 根據當時警員的作供 當時警員作供說 我用手扣的原因 就是因為怕她自己傷害自己 她是因為怕對方自己傷害自己 而用手扣 希望鎖起雙手 而令到她不會自己傷害自己 這不是拘捕 是吧 完全不是一個拘捕的行為 而且 也不是一個合理使用手扣的行為 你不可以說 我在我家裡激動 你就用手扣扣著我 但我不會激動 這不是一個適當使用警察的權力 或者武力的行為 更加不是最低的武力的行為 這是抗辨的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事實上被告甚至是 不承認自己有做這個行為 即是她不承認自己有搶槍 為什麽她不承認 她說我真的沒有搶槍 甚至 在後來的監禁 在槍上找不到被告的指紋 是找不到的 槍上只有警員的指紋 是沒有被告的指紋 所以 根據辯方的說法就是 根本警方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當中有些東西是隱瞞了 當然 我們實在想不到 即使控方隱瞞了一些東西 事實上是怎樣的 事實上難道警方自己 拿著槍放進自己的槍袋 然後射自己 然後再交給另一個警員 再射自己 即是沒理由的 又或者 跟其餘的警員 去屈這個被告 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根據化驗結果 沒有指紋 其實至少可以 或者說 合理懷疑一件事 就是 控方所給的證供 她說的案情 未必是事實的全部 會不會有些東西隱瞞了 會不會有些東西隱瞞了 引致她不敢說完整個示範經過 而引致 支槍上面 沒有指紋這件事出現了 這就是 辯方高度懷疑的 雖然 辯方沒有說 事實上 為何會發生這個槍 槍擊事件 但是她也說了一個 為何會沒有指紋 不單止為何會沒有指紋 還有一件事 被告是右腰的 她的右手被 手扣扣住了 左手為何會容易解除你的槍扣 為何你的槍扣 因為警察的槍袋 擺設出槍 應該是有一個鎖的 也不是鎖 有一個防拔槍的裝置 即是一個警員需要做一件事 用手指挖一挖 她的槍才可以拿出來 不是一個很容易拿出來的情況 她的設計是會令到 警員自己用的手 去扣槍的角度 就很容易扣到 即是她的手指很容易 挖一挖的位置 然後把槍扣出來 而對方 如果其他人的角度 就難得扣 為何這麼容易 用一個 用慣右手的人 右手被人鎖住了之後 為何會這麼容易 用左手 輕易解掉你的鎖 就把槍扣出來 那麼容易在那裡發射 即是說 辯方所說的話 想說的話 就是 控方有東西隱瞞 你說的不是百分百真實 當中 會不會其實 被告都做了一些不恰當的行為 可能是 但是這個不恰當的行為 一定不是如 控方所說的那個版本 所發生的 所以 所以幾件事加起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算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警方當時 根本不是合法拘捕 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拘捕行為 而且也不是一個合理 可以拘捕人的行為 那為何他會 最後引致拘捕他 然後告他拘捕呢 而且射擊 這件事就引致 他沒有罪 你可能會想 就是 這樣就很糟 是不是 告錯罪呢 就是 控方是否告錯罪呢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因為我們實在不知道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根據這樣說 實在很多疑點 令到 控方版本又不合理 辯方版本又不合理 但是控方版本不合理 辯方版本不合理 由於舉證贈在控方 我們就唯有判他沒有罪 事實上是怎樣 我們就不知道 事實上是怎樣 我們就很難判斷 究竟有沒有告對罪 為什麼會告他這條罪 有沒有另一條罪更加適合 我們就很難去判斷 因為根本我們不知道 事實上是怎樣發生 這個就是我回應 那位網友想我分享的 這宗 廣臨院的槍擊案 很多人都說 真的很奇怪 其實看清楚 就不是很奇怪 另外 我想回應多一點 昨天我所說的中案 即是說 在屏州 菲律賓籍的人 被警察槍擊的事件 我昨天說了 就是說 我不會直接評論這些中案 因為 我不知道事實上是怎樣發生 我也說了 什麼情況之下 其實是有可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噪音問題 而引致 你開槍 而且連發三槍 是有情況之下是合理的 當然有情況之下是合理 不代表一定合理 也有可能是不合理 只要不符合 我昨天的集所說的 就是不合理 就是很簡單 符合的就是合理 不符合就是不合理 但是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我在會員的留言 我都留了這個 因為有網友有跟進的問題 我都留了這個說法 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警方的記者會 是太快一錘定音 即是他們太快 已經相信警察所說的 已經判斷了我上一集所說的 然後判斷了 他已經是合法開槍 判斷了 他已經判斷了合法開槍 沒有事情可以做 但是 當然可以 你可以判斷他合法開槍 但是如果你判斷他合法開槍的時候 你就要多說些細節給市民聽了 你要多說些細節給市民聽 例如 什麼情況 為什麼他們有其他警察在場 什麼情況之下 突然間已經去到警察 處於下風的情況 而你不用槍 即是不用槍是不可 你為什麼沒有經過用警棍這個階段 你要解釋 有些情況可能是這樣的 千軍一法 我們很難說 一定不會的 你一定有機會 用其他武器的 我也認為是不一定的 可能有些情況就是 千方一刮 千軍一法 就立即變成要用槍械 是有這個情況的 但是你要解釋 你要解釋清楚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這樣才可以平息到公眾的疑慮 好 你也可以不說 如果你說 太快我不可以說那麼多細節給公眾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不要這麼快說他們是合法開槍 即是我認為 如果你已經判定他們是合法開槍 你就應該多說些細節 令到大家都安心 或者大家都信服 如果不方便的 或者是未知道的 就應該慢一點 不要這麼快下定論 其實警方太快下定論 都是犯了我一向所說的 是立場先行 這個謬誤 以立場去取代理性 只要因為他是警察 他是同僚 所以他說的版本 我就當是真正的版本 其實也是犯了這個問題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再見